冬天氣溫轉涼 泡湯成了一大享受 飯店業者紛紛抓緊機會 祭出各種專案要來吸引消費者 淡水有一家飯店推出了雙人住宿搭配泡湯 還能夠吃火鍋 暖暖胃 兩天一夜八千元油找 而在北投有飯店則是推出了 泡湯一日遊行程 要來個冬季為旅行 光向海面博光玲玲 朝療癒 請路門看看無敵海景沉浸在粉紅泡泡中 接著走進大眾湯屋還有另一個享受 天冷泡湯成了必備行程 而暖暖身也該來暖暖胃 蓄屑透抽各種海味 還有這肥瘦均勻的豬肉端上桌 夾起來涮涮實在好暖和 像在城市來個冬季為旅行 詢問度逐漸上升 冷冷的天 然後又可以泡湯 又可以吃火鍋 我覺得其實很划算 這個住房磚從詢問度到跟去年相比 大概已經成長一層 那我們預計今年應該到這個過年前結束 應該會超過兩層以上的成長 飯店一折抓緊冬天 淡水浮容飯店 住宿 吃鍋 泡湯 三重享受 平日兩人入住 八千有找 但如果想體驗獨立湯屋 另一家飯店也出招 白黃泉溫泉水流出 邊泡湯還能欣賞窗外濾景 北投利息推出獨立湯屋加下午茶 雙人同行三千六百五十元 至於露天風呂一日游一個人兩千七左右 邊泡湯感受大自然的懷抱 宜蘭 原山鄉 莉莉 威斯汀 度假酒店同樣大打溫泉牌 不論是露天風呂還是獨立湯屋 通通都有 冬天泡湯商機這大戰正式開打 記得張學員張學友採訪波動